嗨 大家好 我是王如一練 應該很久沒有看到我拍棒 然後今天拍棒呢 是因為我剛好拍到了可以打殘忌的機會 所以我現在要去高雄的奇景音樂那邊打 然後就順便記錄一下我自己先打 異島的情況給大家做參考 我發現我是白癡跟大家講錯了 就是我以為我是來打殘忌 結果發現不是 是我的身份已經變更完 現在是醫類人員 反正後來就有拍到來奇景音樂這邊打莫德納醫療 然後接下來會記錄就是看有沒有什麼不良反應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都順便到奇景了 所以就來就是來外帶就是奇景這裡 很有名的就是百元熱炒 然後這間叫館山 剛剛老闆還不明顯要給我一道孫美 什麼好 給我可愛了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是打完差不多一個小時多的時間 然後現在時間是4點4時 然後我們現在在回家的路上買晚餐 跟普拿屯 然後我現在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就只是覺得手臂就是打的地方會有一點酸酸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跟我前陣子打子宮頸飲料比的話 這個其實比較沒有那麼酸 好 我們就繼續看一下 現在時間差不多是晚上的6點多快7點 也就是我差不多打完疫苗3個小時左右 那我自己呢現在並沒有什麼其他的不舒服 那常見的發燒的話 我剛剛聊的體溫是36.7 也沒有就是過發燒那個體溫 然後就只是施打的這個手臂這裡的肌肉 其實還滿酸痛的這樣 但是這個酸痛感也不及我之前打HPV 疫苗第三劑的那種酸痛感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不舒服都是可以忍受的 好 那接下來我就是繼續看書囉 現在差不多是晚上的8點 我剛剛有預防限制的一顆菠納疼 然後呢 我已經感覺到副作用了 就是我現在有點胃寒 我現在覺得超冷的 我已經穿一件外套了 但是覺得很冷 所以我又蓋了一條浴巾 喔 好冷喔 嗨 大家我還是沒有發燒人 然後 嗯 體溫差不多是36度 然後我剛剛就是有點胃寒嘛 然後我現在把冷氣關掉 感覺又好一點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躲在被子裡面 好 反正就是我剛剛有發現食動態 然後有幾個資料問我幾個問題 然後我來解釋一下 首先就是 嗯 他怎麼會知道我是醫類人員 其實大家手上都有健包卡 所以你的健保卡就會去注記你是第幾類人員了 所以 就是這樣 所以我只要有健保卡 他就知道我是醫類人員 然後再來是 為什麼我是醫類人員 因為我 8月的時候要進醫院 所以他在醫院實習的話 就算是符合醫類人員的資格 然後 嗯 這個過程的話其實 預約過程其實就像一般 你要當家裡的老人預約一樣 就是你符合資格就去掛號 掛號的話你就可以在你預約到的時間去施打這樣子 就還蠻容易就像你要看壓抑或預約的概念一樣 然後呢 接下來講一下就是進去的過程 因為我其實剛在醫院我不太好意思 就是一直到處我自己 我怕拍到其他人 或是 醫院不想要人家拍 但我後來有看到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女生在幫他爸爸拍一下飲料過程 然後這樣沒怎樣 所以就要爸爸我拍 反正簡單來說就是 進去的時候當然就是核對資料 核對完資料以後 就 嗯 醫生會一個一個過來問你一些 你可能最近的 嗯 身體狀況過去病時 然後有沒有在服用什麼特別的藥物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之後 問完以後就會有 我其實不太確定他是護理師還是醫生 然後他就會一個一個來幫大家打疫苗 打完疫苗以後 差不多會請大家休息15到30分鐘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沒有不舒服的話 就是在聽護理師講完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把大家的健保卡 或是就是那個 呃 疫苗的那個黃卡 然後給大家 或者就是一些注意事項的單子給大家之後 其實就可以離開醫院了 然後後續我發現那個 嗯 他會要求你加入疾管家的line 然後他疾管家每天都會 傳一個問卷給你 然後你就先寫 然後一開始是每天之後會變每週這樣 反正就是會去 就是後續最終就是 每個人打完疫苗以後 不適的情況這樣子 目前就是我今天去一月一島的情況這樣子 哈囉大家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呢 八點半左右 然後我剛起床正準備念書 然後說實話其實我到現在沒有覺得自己身上有什麼不舒服的副作用 就是包括 嗯 發燒也沒有 超痛也沒有 就是 就是可能昏昏玉睡也沒有 就只是 手臂這邊 施打的地方比較爽痛而已 然後 我剛剛早上量我的體 我大概是35點7 所以其實 好像也是正常範圍內 所以 嗯 我一開始都想拍這個影片 其實是因為 我們學校 嗯 一開始在學校 台大醫院幫大家團體施打的是 AZ疫苗 我覺得 雖然打疫苗很重要 但是沒有必要為了特別打疫苗 特別跑去台北一趟 增加自己路上感染的風險 或是感染別人的風險 所以我又決定說 先不要去打 然後看看之後有沒有機會 在高雄打 那 那 在那個時候 大概是兩個禮拜前 就我其他同學比我早兩個禮拜大 他們那時候打完AZ的 大概那一兩天 他們很多同學 尤其是女同學 都發燒到快40度 或是 甚至3839這樣子 所以 就 嗯 我自己就會 比較擔心說 會不會我打疫苗有類似的效果 可是有可能是因為打不同的疫苗 像因為我打的是 Moderna 所以就 好像沒有什麼副作用欸 好像我看評論也是第一季通常都比較少副作用 但是第二季可能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那 所以 我想說的是 我原本非常 expect 我會有非常 三天的副作用 然後會 讓給大家記錄 要痛苦的樣子 但沒想到其實還好 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 特別不舒服的地方 那 嗯 我原本想說紀錄三天 因為通常三天不舒服嘛 結果發現我完全沒有副作用 呵呵 所以我想說 就紀錄到今天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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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 你 好 嗨大家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1點多快2點 然後我剛剛就是早上唸完書 然後去吃個午餐 然後睡個午覺起來 然後就準備要繼續唸書 那其實我好像沒有很明顯的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 就只是就是說注射的地方有點痠痛而已 但是也不至於痠痛到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而且像昨天說 其實那個痠痛感也不及我之前 前陣子打HPV13G的那種不舒服感 那在加入疾管家的官方帳號之後 他會每天 一開始是每天 過一陣子可是每個禮拜 然後就會傳送一個問卷問你說 這幾天你就是可能從注射到現在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他列了很多症狀 像是什麼發燒啊 痠痛 頭痛 嗜睡 嘔吐 拉肚子 失眠等等 其實我都沒有 我就真的是只有這邊在痠痛而已 我自己覺得在我身上好像沒有很明顯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是DEEP進來這支影片想看我痛苦 深受痛苦的副作用干擾 大家居然在這個痛苦的環境下堅定抑制 然後繼續唸書 他竟然讓你失望了 你沒看到 好的 真的要說服裝就是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昨天晚上就是有一點 胃寒這樣 但是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冷氣太冷的關係 反正後來我把冷氣關掉 然後再被我躲一陣子其實就好了這樣 那我體溫其實一直都大概35多到36多 就是根本就沒有超過38的度 所以真的就沒有 不算是有發燒這樣 好 那就差不多更新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繼續唸書吧 現在差不多是晚上的7點左右 但是一樣我還是沒有任何副作用的採訪 就是手臂痠而已 其他說發燒什麼的也沒有發 然後我自己覺得 因為也是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打的疫苗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有副作用啊 可能也不一樣 那這支影片就是 紀錄我打第一劑莫的那疫苗的樣子 那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有你或是你身邊的家人 有人要打莫的那疫苗的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順便訂閱我一波 記得開啟小鈴鐺通知 這樣你就能收到最及時的更新資訊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先到最後 掰掰